这个节日是印度与南洋一带的佛教徒 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日子 与我们中国佛门里面每年四月初八举佛举佛举佛节的意思相同 那么如果要问纪念的真正的意思 这个就问得很深了 那是我们想象到古时候跟现代虽然都纪念这个日子 可是意义上有很大的质变 在过去纪念佛陀诞生 纪念佛陀尘道 纪念佛陀入班地盘 在这些节日当中 都提醒我们 整份我们要绍龙佛法 要续佛毁灭 要代替佛陀 仆度众生 这才是真实的纪念 否则的话 图居行事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纪念像佛在经上讲的 常念佛恩 佛对于我们有什么恩德 也就是说 佛对于我们有什么利益 佛对于社会 有什么贡献 对于人类有什么贡献 如果能在这个节日上 向这个方向 来赡养 宣导 多做一些文宣的工作 让社会大众 普遍的能够认识 释迦牟尼佛 能够正视 释迦牟尼佛的教学 它确确实实 可以帮助我们 现代人 解决 解决现情 一般人 无法能够解决的灾难 无论是 人为的灾难 自然的灾病 佛确实 是具有高度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 它的指导 永远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永远是正确的 因为它是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一定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无论在哪个时代 无论在哪个地区 无论在哪一类的众生里面 都是 纯真而没有错误的知道 佛教给我们 过于大自然 与环境 完全相应的生活 这个说法 就是现代人所讲的 自然生态 说自然生态 大家好懂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要与自然性的生态 完全相吻合的生活 这就是自然生活 这是最幸福的生活 最美满的生活 也是最安定 最繁荣的生活 如果我们破坏自然生态 违背自然的原则 当然就有灾难 现前 那么由此可止 这是佛在经典里面 如此地教导我们 即使大自然的灾变 与我们的思想行为 都息息相关 这是经上所谓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 那颜言经上讲 若能转静 则同如来 所以佛 是希望我们 能转静界 而不为静界所转 你就真正过 智慧的生活了 你真正过一个 明白人的生活 那么这个在佛法书语里面讲 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一切众生 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我来说 我来说 你真正过来 我来说 你真正过来 你真正过来 感谢观看